哈囉大家好 我是Giro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誰說只有女人愛講反話 八個男人絕對不會告訴你的真心話 相信在座有談過戀愛的人 都知道男人跟女人的想法真的是天差地遠 大家都說女人最愛講反話了 但其實男人也會為了討好另外一半 而說出所謂的鬼話 這次我們就來看看男人什麼時候會講鬼話 他的真心話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們從剛交往沒多久的情侶開始說起 狀況一 兩個人已經約好下午三點在某某地方見面 但是女朋友遲到了一個小時才來 通常男生會這樣回 沒關係啦 安全最重要 而且我也剛到沒多久啊 他媽的遲到那麼久是怎樣啊 化妝要化很久我也知道 那你不會早一點開始動作 時間就是金錢 Tom is Mary 啊不 Time is Money 你沒有聽過是不是 下次再給我遲到我就 狀況二 熱戀中的情侶 下午先去看了一場電影 順便逛個街 吃完大餐後 到了汽車旅館 這時候女朋友告訴男朋友說 Baby對不起 我那個剛來 肚子也有一點不太舒服 通常男生會這樣回 沒關係啦 下一次再做就好了 身體顧好最重要知道嗎 我自己到廁所解決就好了 阿 女朋友去買衣服 然後他猶豫的問你說 Baby你覺得我該選哪一個? 紅色還是黃色?怎麼辦? 好難決定喔 通常男人會這樣回 恩... 紅色好了我覺得比較適合你 選那個剛好屁事啊 又不是穿在我身上 你以為你是小學生喔 兩個都想買就跟我說一聲嘛 反正等一下要結帳 還不是我在付錢 狀況是在路上偷看別的妹 被女朋友抓到 然後他跟你說 怎樣? 看得很爽嗎? 要不等一下幫你跟人家要電話啊 通常男人會這樣回 我哪有在看啊 他那麼醜 和你根本沒得比對不對 而且我只是在想說 怎麼會有人這麼不會穿衣服 對啦我有在看啊 而且就是比你正我才看的啦 有種就去跟他要電話啊 嗆你不敢啦 狀況五 女朋友問你最近他有沒有變胖 通常男人會這樣回 恩... 不會啊 看不出來啊 而且你在我心目中從來都沒有變過耶 我哪知道你有沒有變胖啊 天天看還是看得出來喔 如果我說你沒變胖 你一定會說我騙你 說你變胖 你又在那邊生氣說什麼我不愛你耶 你們女人真的很煩耶 如果真的嫌胖我會叫你去減肥 沒講就代表我覺得你這樣子很OK 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變胖 現在有一種最新的高科技 叫做體重計 麻煩你自己量好嗎 再來要講的是 當兩個人已經同居好幾年了 所謂的老夫老妻了 就有可能會發生以下的事情 比如說狀況六 同居的女朋友打電話告訴你 今晚他會跟姐妹他會聊通宵不回家了 通常男人會這樣回 蛤...是喔 你今天不回家喔 一個人睡我怕我睡不著耶 好吧 那你聊得開心一點喔 晚安喔 愛你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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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A片打手槍了 呦呼 我要看A片我要打手槍 我要看A片我要打手槍 狀況七 兩個人大吵一架 女友氣到要離家出走 連東西都打包好了 通常男人會這樣回 好啦別這樣子啦 我知道錯了 留下來好嗎 很好啊 每次吵架都來這套 有種就馬上走出這個大門 然後我就可以 看A片 我要打手槍 看A... 狀況八 當男朋友一直玩電動 女朋友問你可不可以陪他聊個天的時候 通常男人都這樣回 好啦再讓我玩十分鐘啦 我玩這關再來陪你好不好 幹不要吵了 你沒看到我玩得真爽嗎 而且拜託都在一起幾年了 從幼稚園到退伍 我有什麼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要聊天你又不找話題 整天問我今天上班有什麼好玩的 我跟你說如果上班很好玩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去欠樂透了OK 俗話說的好了解真相 並不會讓你更開心 但是也希望各位女生能夠明白 男人之所以會對你說這些鬼話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是在乎你的 那叫做善意的謊言 所以千萬別想太多喔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且收看 想了解更多有關於兩性的議題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聊感情 我們下次見見見見見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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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肖から移動 Tôi 終於是